退休军人团体八百壮士到行政院外抗议 抗议群众停在中校东路路口斑马线上 瘫痪交通 记者林博东摄影分享 总统府国家年金改革委员会 明天将说明军人年改方向与原则 年金改革团体八百壮士 明天上午将带队游行至总统府抗议 诉求退伍军人参加年改记者会 要求政府务必退伍军人走绝路 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明天上午将在游行前 亲自前往神员八百壮士的抗争行动 吴敦义明天上午9点30分将前往台大校友会馆大门口 神员军工校紧销劳及八百壮士的年金改革诉求 党籍立委也将陪同 吴敦义将针对军人年改提出国民党的主张及看法 总统府国家年金改革委员会执行长 新政院政务委员林万亿今天表示 明天年改会将向外界说明军人年改方向与原则 至于说明时间与地点会在确定后宣布 由于之前传出记者会地点在总统府 因此八百壮士下达集结令的抗议目标是总统府 国民党执疑蔡政府提出的军人年改版本对退伍军人的保障 现役军人版本不一加上悔气承诺 事前也未沟通听取年改团的的意见 蔡英文日前表示军人年改重点在长留久用 但如何长留又如何久用 蔡政府应针对年改军人团体诉求提出具体回应 而不是让年改团体一再走上街头进行无言的抗争